新澳門學社到新聞局遞信 認為當局將修改出版法 和視聽廣播法的諮詢焦點 集中在成立出版委員會 頒布新聞工作者通則等方面 受聘負責諮詢的公司 存在很大的局限 民調其實有個好處 它就是有機會給專業者和公眾 有一個動員的機會和反彈的機會 只不過很可惜 由於今次官方它意圖的局限 令到它不能夠暢信運作 它又批評 剛剛就修法舉行的商議式民調 不夠公開透明 促請當局開放修法立場 將重點轉移至加強傳媒社會監察力 促進傳媒業自由發展 及加強採訪自由等方面 而新聞局胡應時重申 對出版委員會 和新聞工作者通則的傳媒問題 並沒有既定的立場 希望涉及業界專業規範的問題 由業界置限決定 有指出 研究團隊嚴格按照商議式民意調查的專業方式 和既定程序 貫徹科學公開和透明的原則 開展和推進兩法民調 各個環節的工作 讓媒體和大眾知識 和參與民調的整個過程 為進一步諮詢傳媒業界 新聞局已去涵約五國傳媒組織 和傳媒機構 希望業界能充分表達對修法的意見 澳門電視台記者 蘇健英報導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